松山之恋幸福放送单身联营活动 在团拜松山峡海城隍庙月老新军后揭开序幕 活动借由趣味破冰游戏快速拉近彼此距离 更特别邀请从法国日本学习甜点来台的超人气日籍甜点师 哲天将大带领参加者两两一组享受DIY装饰蛋糕的乐趣 松山峡海城隍庙主委沈锡奇松山区公所区长郑朝元 以及松山区持有礼 礼长 礼祖明等贵宾 更亲自前来祝福 分享宝贵爱情经验 鼓励参加者勇敢追寻真爱 我们办这个单身联谊活动 我想大家应该都很坎坷不安的心情 我们等一下有一位礼长 他就是来拜我们这个月老 然后他就密得良缘 他刚刚破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 这部分我就先破个梗 然后这个部分那我个人的经验 因为我本来也是很腼腆的人 大家不要看我现在讲话好像很顺 其实我也在家里练很久 我也很腼腆 但是我想说剩各位七个字 就是为自己勇敢一次 真的我当年也是为自己勇敢一次 我也不敢追女生 但是我就是勇敢一次之后 对我就成功了 所以我们这些各位男生们 你就为自己勇敢一次 但是我觉得现在是男女平等 那我觉得就是不管男生跟女生 或女生跟男生 我觉得大家看到满意的 得四的对象 我觉得就勇敢去追 然后我觉得我们现在有群组有加奈 我也建议大家就是互相加奈 就是多多加奈 然后从奈里面就可以去互相的了解 我觉得现在是会很快容易拉近的一步 我的姻缘这个是我们小海的那个月下老人来牵承的 我简单叙述一下 因为我的领长在这边当义工 然后我岳母有一天来这边拜拜 他说我领长他就说 太太太你 你是来求 你是后生也没娶 还是台语听得懂 儿子还没娶呢 还是女儿还没嫁 然后那个我岳母就说 我一个嫁嫁不嫁 然后我们的领长说 我岳母也没娶呢 不然我介绍你好不好 好 不好意思 不是像区长讲我没有来拜 我比较勉腆 我真的很勉腆 但是就是因为太勉腆 错了很多姻缘 这是真的 我相信各位 虽然这美女也是很多 很多这种姻缘忌讳 这个女生不错 我想追可是不好意思 这个男的 怎么一直迟迟没有对我提出她 想追求的意愿 然后因为毕竟是女孩子嘛 所以比较更腼腆更含蓄 所以美女们 遇到你喜欢的真的 机会只有一次 有的好机会 你可以释出很多好的暗示跟良缘 所以预祝各位能密得家人 然后今天晚上七点开始 活动结束以后 逛逛劳河街 七点开始以后 就可以到我们彩虹墙去看一下水舞 来增加你们的沟通机会 松山区公所表示 未来也将持续办理 具多元特色的联谊活动 透过不同主题 吸引士林朋友报名参加 促成更多美满的家庭 传承幸福的下一代 一起前往幸福的起点 记者离奇会台北报道 - 记者离奇会台北报道- 记者离奇会台北报道- - 记者离奇会台北报道- - 记者离奇会台北报道-